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乱伦 为了权力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然后歌颂迷信 然后封建 鼓吹这个暴力 然后大胆的信场面 就没有任何一条是符合我们国家当前的广电的审查制度 你说的这些批判都对 但问题是他批判的是腐朽的西方的文化跟历史 那如果我们中国人拍一部电视剧 全是老外演 这样就可以了 是吧 对啊 就是说他这个戏里边 你讲的所有这些东西就是证明了 西方西风被压东风压倒了 对不对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所以权力的游戏应该继续拍继续看 不是 你不看 全世界人民都要看 而且现在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盗版 我发现权力游戏是HBO 那么HBO人家这个境界多高 盗版也是一种收视率统计的数据 说我们这第五季一出来 夸一下 现在权力的游戏是全球盗版记录 就美剧全球盗版记录 那HBO很自豪 说这个盗版就反映了我们这声势有多大 而且他们认为盗版他们神奇的发现 盗版的这个比率和他们这个电视上 看他们这个剧的比率是正相关都高 所以他们好像不太在乎这事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看到版的那些人 他们非但不会影响看电视的看HBO的人 反倒会推股看HBO的热潮 为什么 这里边我就老说一个东西 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原因 就是什么原因 对品质的要求 中国的电影 您那个拍的那些文艺片 你就是拍的再好 对吧 我拿个碟如果能看了 你就解决不了我这个问题了 我没必要去电影院 但是权力的游戏 我要看蓝光的 我要看1080P的 对吧 因为那么美的壮丽的景色 而且你可以看看照片 伊丽莎白女王 她好多是在北二兰取景 伊丽莎白女王看那个 你看 这就是王座 铁王座 都要把那个剑 被那个火龙的火融住成的铁王座 我发现女王特别有觉悟 就是要不是当女王 当时间长了 特别有分寸感 有人就说 女王您上去坐一坐 女王拒绝 当然不会 你想她坐在上面什么形象 对吧 当然不可能 对 女王就说 我就在这看看好了 这就是里边著名的那条大道 那条大道 你看这个怪树参天 你再看下边 这没了吗 下面就不能看了 就是反正在北二兰 全球各地 选了很多漂亮的节目 HBO播的 每一集 基本上大概50分钟多一点吧 50几分钟 但它等到出叠的时候 它的内容更多一点 那一定要看 就是那些三调的那些东西 它在HBO 它是一三调 就是更黄更暴力的那些 对 就更黄更暴力 因为这个剧呢 就算在西方 那么腐朽的西方 也引起 他们也觉得 他们也是以很黄很暴力来看 你知道 欧美的他们的报纸的娱乐版 他们每个星期都出剧评 评这个电视剧 这集演的怎么样 他们为这个剧 甚至设立的一些标准 我见过好像美国 不晓得哪份报纸 本周色情指数怎么样 本周暴力指数怎么样 本周的非道德指数怎么样 比如在最新的那个第九级呢 就本周的性指数呢 就一般般 就没什么性场面 但是火龙 对 但是说到这个非道德指数 是超标了 就因为那个 小孩 杀自己小孩 这个父亲杀小孩 这个真是突破底线 对这个你该怎么看 就是他这个第五级一出来 也是引起很多批评 包括女性主义那些个团体 就不干了 就全是强奸的 强奸 轮奸 加惨奸 就玩各种各样的奸 然后这个开始搞小孩 你觉得这是一个像魔鬼一样好看的电视剧 就他把人性当中 所有那种魔鬼一样的东西 那种心理 全展示出来 先讲那个原著小说 我觉得其实很特别 那个Gary Martin 为什么 因为这个剧跟那个小说 一开始的定位 都是大众文学中 所谓奇幻类型的小说 可是什么叫奇幻小说呢 或奇幻电影 就是总是有很多魔法 很超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魔戒 对不对 这是最典型的 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 可是这个小说跟这个剧 这个剧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它特别在哪 就它是有这些 有龙有什么 但它把魔幻元素压缩到最低程度 压缩得非常低 甚至是头两季基本上没有太多 对对对 它等于是 其实某个程度讲 它是个历史小说 对 但是是个虚构历史小说 对 历史小说好玩的地方 就是给我们一个看历史的机会 不只是看历史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凯撒怎么样 曹操怎么样 同时是为了透过历史小说的解读 认识人性 一个国家怎么运作 权力怎么运作 你比如说这次就是被投诉的这种 是说对这个剧中的女性 这个一通乱奸 这个原作 一通乱奸 哪里对女性一通乱奸 你还没看见 你还没看见 我已经看到第九集了 最新的第九集 跟文涛不一样 看来那已经就乱奸了 您觉得那还男女正常交往 我还没捞招看 但是我看的是 我看的是西方的这个剧评 就是一通乱奸 看的我就觉得一定要看一看 所有女的都被奸了一通 反正就是 对于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原作者 原小说的作者 要不说人家这个风骨 就是说 不但对这些批评 抗拒 是吧 坚决不改 说这玩意不是我决定的 对吧 我写的是个小说 再一个 他说 我只能按照历史真实来写 什么叫历史真实 他说 我这个电视剧 依据的是什么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他基本上这么个假设场景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就是男尊女卑 女人就是经常遭到男人 这样的暴虐的对战 他说这是历史事实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 很多野蛮人 男人对女人就是这么搞 对吧 所以他说 我这也是一种真实 你看你觉得很有意思 我发现咱们中国人的特长 是把假的拍的跟 不是 是把真的拍的跟假的一样 外国人的特长 是把假的拍的跟真的一样 对 说得太好 你看 说得太好 这个戏 从一般的老百姓 到权威的评论家 比方 我们戏刘少明教授 电视剧不大看的 对 最看这个戏 真的 他都爱看 太好看了 就是好 我也在想 到底啥好 他第一季的时候 我是很冷淡的 我本来是不想看的 没有 我一开始 但是后来 后来就一点一点迷上 第一个 我想最明显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细节真实 这点是你要 你要真的要佩服他 那这好奇怪 对不对 你称赞一个虚构的东西 是真实 他的故事 天马行空 是 完全不存在 可是他的detail 就是说你打 你看最后 Snow跟白鬼打的那一场 前两季刚刚出现 那个打的比 所有现在写历史的那些战争的场面 都要更具体更真实 没错 细节真实 单单这一条 我就已经服了他 而且人性真实 你说咱们拍的那些个什么狗血记 还敢叫什么步步惊心 别逗了 这才叫步步惊心 你知道吗 他就是跟真敢 就是所有你以为不会死的 刚当说死就死 你以为是当主角的 当主角的 对对 那个男主角跑去 头就会砍下人了 他妈什么全死 这个本来是男主角嘛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男主角是不会死的 陈龙从来不会死 阿诺从来不会死 第一集完 头就没了 接下去我们找不到北了 英雄没了 可怎么办呢 就是这么一个戏 剩下的全都是坏蛋 对 然后呢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 这个戏里面呢 你看他的 对人的看法 当然我们说他是渲染暴力 人的阴暗面 但是非常可信 因为我们在历史上 读到那些 所谓的英雄人物 掌权者 他们的权谋斗争 就是按照这个玩意的 你比如说他里面出现那个 龙妈 小龙女 那个小龙女 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 对吧 解放奴隶 但最后搞不定 为什么 原来他不会治国 就是他在到底 这牵涉很多复杂政治问题 就一个社会阶级不平等 那是否表示解放平民大众 这个社会就会好了呢 把所有的富人全压下去 是不是就会好呢 那么你在比如说你看他 他里面讲到的那种 一个国王 一个女王 那个女王 勾金斗角 终于取得大位 那么但是他要仰仗宗教的力量 但是宗教的力量会怎么过来 把他反噬过去 让我想起胡卫兵 他对宗教那个势力的培养 让我想起以前德国的那个 或者是以前对教会也是这样 你知道你们说的这个 就让我想起什么 就是说最近也有人在朋友圈上 写篇文章 就是这个 优国优民 就说中国电视正在走向反制的倾向 就是反聪明 就反制 就是说电视台被这个收视率给追的 然后就彻底的就反制 反制因为 就是他必须以最低无下限的姿态 照应那些个最蠢的人 可是这样是没有希望的 你知道吗 就因为他现在统计数据大量表明 高收入阶层的中收入阶层的观众 现在越来越远离电视 就说你可以这么整 撒狗鞋 你可以这么整 但是呢 你这么整下去啊 你像这种文化 或者说是接受能力较低层次的人群 越倾斜 在短期内你得到了收视率 可是从长远看结果谁都知道 你最终 我有过一句评价 不是变成幼儿园 就是变成动物园 就是你你全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你看 最后是幼儿动物园 对 幼儿动物园 但是呢 你反观 你像这个权力的游戏 就是刚才你们讲的 也有人说 说这个三观啊 好像怎么都是负面的东西 你要这么说 就请你看一看莎士比亚 那么莎士比亚 你知不知道 他是给成年人看的 包括纸牌屋 因为纸牌屋 政治这么黑暗吗 没错 正是让美国人民了解到 这些个政客 他有欺骗你们的可能 尽管实时让说不定 我看到有个中央党校的教授 拿了纸牌屋就说 看看美国多么腐败啊 对 他就是 你觉得吗 他是给有思考能力的 成年人 就包括权力的游戏啊 让你看到人性 让你看到人性的黑暗 但是看这种东西的观众 非但不会变成那个坏人和魔鬼 反而啊 他就像是拥有了一双上帝之眼啊 他看到了一切 让观众站在一个上帝的位置上 看到了一切 所以我就那天跟他们讲 波斯的这个画 叫细密画 这个帕木克好像写过一个小说 叫什么什么红 我的名字叫叫红 这个波斯的细密画的形成 非常有意思 甚至于在那个丝绸之路 东西交流上啊 他受到了西方油画的影响 也受到了来自中国的 当时的宫廷画的影响 形成这种细密 一丝不苟的画 他这个画跟中国跟中西画 但是他有一个 唯有他的一个不同 按说伊斯兰教是不主张偶像的 对 但是他画形象 但是呢 这个画有一个特点 你看这个波斯细密画啊 没有明暗 对 他画黑夜啊 也跟白昼一样 只有一个月亮 你知道这是黑夜 但是他画这个 比方一男一女在墙后边谈恋爱 墙后边和墙这边 他一个视角啊 他全部都看见 没有视觉的死角 后来讲这个里面跟他的伊斯兰信仰有关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神圣的嘛 他假定啊 真主的眼睛 在俯视人间 所以你人间每一个角落 不管是太阳照到的角落 还是太阳没有照到的阴暗角落 在真主的眼里看起来 无一漏网 全部看见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 这种所谓展示人性阴暗面的电视剧 您只要拍的真是高大上 你能把观众尊为上帝之眼 观众真是全看到了 可是文道你知道 这就说到一个很奇怪的事 这种话 我们先去下广告再说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但你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谈过十几年 就说我们中国不晓得为什么 现在还流行一种 传播学上很过时 很古怪的理论 他就会认为呢 你一个电视剧 电影 或者一个大众媒体 它呈现什么内容 观众呢 就会按字面意义的照单全收 并且模仿跟学习 你比如说看权力流行这样一片 按照我们通行的这种传媒观点来看 我们就会觉得 那观众看了就要变坏了 观众看了就要杀孩子了 观众看了就要去乱间一通了 这是一种很过时的一种传媒理论 如果按照这个讲法的话 杀士比亚年代的人就全都想杀爸爸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杀姐姐杀妹妹 但为什么没有 就他从来都不是真的 从来观众都是自己有一个判断力 并不是说我一个剧出来 怎么鼓吹怎么样 大家就会跟着走 但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现在仍然很通行 所以同时也制约了 我们能看什么 跟不能看什么 你比如说你刚刚说 为什么中国拍不出这样的东西 你当然我们现在东西 很弱智化的形象 但弱智除了你说的撒狗血 还有另一种弱智 怎么样弱智 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其实不是今天的例子 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一个事 但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又变成像那样子 就当时我听说 有某个少数民族地区 某个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 那有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剧本 写了那个剧本呢 就拿去评选当年有什么五个一工程吧 那么先从地方 然后要上去全国的嘛 那么在地方那一关呢 本来呢差一点就能够就上去了 但是后来被人拦一拦 说得改一改再去选 你知道他那剧本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 他这个少数民族地区 本来有很多问题 很多社会矛盾 政治矛盾怎么样 结果来了个 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就是北京来了个一个小伙子 一个年轻的党员 一个干部 有志下乡工作 那么在他努力不懈 那么付出了无数的心血之后 把这个地方搞好了 然后他虽然是汉人 但少数民族们 大家都很满意 很感激 就大家是一家亲啊 那就很光 很伟光正对吧 那为什么还说不行 你知不知道 你猜不到 是因为他为了要树立这个正面英雄人物 就这个北京来的小伙子 这个年轻党员 他必须要有些负面人物来衬托 而那些负面人物 坦白讲也不是都是坏人 只是写的稍微懒惰 思想不守旧 而那些人是什么人 当然就是原来的地方上的老干部 这就不对 是不是汉人 是汉人 也是汉人 也有少数民族 所以他就牵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 你这个剧本是很好 主题很正确 但是他们要求改的是什么 你能不能说原来的干部也很好 新来了这个人之后了 让他们更好 好上加好 那大家看电视 您做文学 有这样子写剧本 写小说的吗 你要图出个英雄人物 不能够用比较负面的人去衬托他 正面人物 反过来 你要说所有人的正面 只是来了一个更正面 你说这叫不叫繁殖 这其实也是繁殖 文学概论的说法 我们对文学的三个基本功能 一个叫认识功能 一个叫教育功能 第三个是审美功能 那么所以中国一直强调教育功能 其实这也不仅是几十年 不仅是我们现代 从来也都强调教化功能 子平说过一句话 中国的文学太政治化 中国的政治太文学化 其实我们也可以推演出去 中国现在的教育 太文学化 我们搞过考题 讨论过 但中国的文学 太强调它的教育功能 所以你说的就是 很多人都觉得 你文学作品里出现的东西 你是用来教小孩子的 也正是从这个道理出发 现在什么太炯 新花怒风 西游记 那个什么降魔 什么 正统派的人士也不满意 就是说 艺术界的人士不满意 觉得是往low里去 正统派的强调主旋力的 也觉得你这个是往下面去 就觉得他低俗 但是问题是我常常看到 今天大家批评这个低俗 那个低俗 OK 但什么样的东西就不低俗呢 你如果真的拿我们文学 史上艺术上很经典 高大上的东西来 其实他们又不一定 接受得了 像你刚才讲 莎士比亚 对 哥德也很黑暗的 你弹钉也很黑暗的 所有这些东西拿过来 就我们中国古文的东西 拿出来 其实也都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都哪一个 那你到底什么 怎么样可以又不低俗 还要高大上 又三观正确 所以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 这个高大上 就像亚俗 对吧 因为很有意思 那比如说 有些人觉得 我们这个节目 看的人还是属于层次高的人了 但是另一些人可能认为 我是低俗的代表 是吧 但是就有时候 我们的评价标准很混乱 但是你看啊 同样一件事情 我们说感觉 你就能知道 这个抗日神剧 裤裆里塞了手榴弹 为什么你就觉得那么低俗 或者说那么样的干嘛 但是我跟你说一句 同样的话 就是权力的游戏里的一个台词 这个王后 瑟西 Lannister 那个王后 在一个对白当中 她跟这个女人讲 她说 眼泪 不是女人唯一的武器 不是女人唯一的武器 你两腿之间还有一件 这个词 是不是低俗 很黄 可是我告诉你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 听到这样一句台词 都会觉得 不但不黄 写得很好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那个小 小指头 那小恶魔 那小个儿 现在他是最火的 现在他是最火的 小个儿 在这个 瓦里斯 对王国即将面临混乱局面的时候 微笑着说了一句 说 混乱不是深渊 混乱是座阶梯 但是我又会想到 的确 有一些中国观众 可能听到这样的一句台词 他们会有这个表情 也是真的 另外一句台词 我印象最深的 是那个小指头 你知道那边 他要把那个 那个大女儿 让他去嫁给一个 很坏的人的时候 There is no justice in the world unless we make it 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 没有公平 除非我们去争取 他们其实台词 是写得很漂亮的 对 尤其那个小恶魔 因为戏里面的那个角色 就是那个 那个侏儒 那小恶魔 由于他是一个 饱读诗书的人 所以你仔细看他的台词 用英文来看的话 是很文周周的 很漂亮 很漂亮的英文 对 你咱们有人写电视剧 就是说 我要是写这种话 中国观众听不懂 对 你说到底是他估计错了 还是估计对了 我也闹不清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鲁迅呢 在那个中国小说史略里边 他有个概括 他把中国古代的小说 概括成一个叫 历史演义类 第二作就是神魔 这个鬼怪类 第三个是世俗人情 就是红楼梦 金平 那么现代发生出一个 就是英雄狭义的东西 渐渐地从历史的演义类 分化出来了 那个朱天心 他喜欢王安逸 就一个道理 他说大陆的作家 都是三国范 就王安逸是红楼范 这个戏好在哪里呢 权力游戏在我看来 他是一个历史演义戏的 基本框架 加了少量的神魔鬼怪戏 这个在我们 这等于是 他是一个三国的版图 加上了一点西游记 你看 他里面出现了很多 侠义的人物 但是他远远不是 我们金庸的侠义 因为金庸的侠义 我们习惯的侠义 是有正有邪的 一定有好 他里面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绝对的正 没有一个绝对的邪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在正的人也有邪的地方 在邪的人也有正的地方 这就是他在文类上的 一个巨大的突破 就是在我们看来 大众传播的戏 这个大部分 鲁迅讲的那几个概括 都可以概括进去 他一个突破了 最近北大的贺桂美 是一个很好的学者 他写了一篇 很好的论文 就分析我们抗日题材 就是抗日题材 跟解放战争题材的 文类特点 原来我们的电视剧 抗日题材 就走了英雄狭义的道路 只有解放战争的题材 才走历史演绎 意思是啥呢 你比方说 北平湖战士吧 你就看到 他是在争夺 争夺这个天下的时候呢 就是要争夺明星 就是这个人里边 有好意乎在争夺 可是一到抗日的时候呢 一边是人 一边是鬼呀 你明白吗 就没有是非的 尽力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所以手撕啊 顾当啊什么 全都可以出来了 他在文类上 基本上就解释了 这个 谢谢